今天是八二三炮戰六十週年 國防部長嚴德發前往金門主持紀念大會 並到泰晤山公墓 向烈士英靈上香之計 國防部也邀請五百多位 當年參戰老兵與後人 殉職烈士遺囑參加 不過總統蔡英文和政府高層 都缺席今天的紀念大會 蔡總統在臉書發布影片表示 和平不會從天而降 面對兩岸關係 臺灣不會在壓力下低頭 八二三炮戰六十週年 國防部的金門舉行紀念大會 由部長嚴德發主持 邀請五百多位老兵 和律師遺署以及後人參加 嚴德發強調 八二三炮戰讓人謹記 有實力才有安全 並且引述總統蔡英文說過的 國軍在臺灣一定在 不忘保國衛名的精神 嚴德發也到太武山公墓向震王將士上香致祭 老兵和烈士遺署在每一位因公殉職的官兵坟前 放上一朵黃菊花表達罪絲 總統蔡英文缺席金門活動 但在臉書發表紀念影片 代表國家感謝當年英勇戰士 並且表示和平不會從天而降 向對岸喊話 臺灣絕不在壓力下低頭 願用對話化解分歧 但不會把國家安全當作理所當然 1958年823戰役 金門在戰爭期間承受共軍47萬奪發炮彈 造成軍民生命和財產損傷相當慘烈 而前總統馬英九在軍方的活動結束之後 也到太武山上烈士致祭 並呼籲兩岸要和平 記者小丘富才王新中 臺北金門報導